我一个人坐火车 来到了你的城市 还记得我们相遇时的场景 你在铁巴里发了一条主题帖 帖子的内容是生活了二十年 今天在雨天 说出了憋在心中的秘密 却被雨声淹没了 注定是不被倾听的秘密 我给你回复的是 我愿意倾听你的秘密 因为我懂 那种在偌大的地方 大喊一声 无人回应的感觉 我们便是这么相识的 便也知道了你的秘密 我告诉你这是 注定被我理解的秘密 后来我从你的朋友圈 渐渐知道了 你是一个外表十分开朗 内心却有着几分忧郁的大男孩 照片上的你对着镜头大笑 恍如孩童般 天真纯洁的笑 晴天的时候你常去图书馆 取出一本书来看 看累了 便会一个人出去走一走 走累了便又回来接着看 我希望你多看点幽默的书 因为后来 越来越少见到 你对着镜头 露出的笑 雨天的时候 你会一个人撑着伞 从这条街 走到那条街 其实你是多绕了一个圈 又回到了原地 我倒希望你多穿点衣服 外面风大 容易着凉 你一个人去电影里面看电影 你也享受 一个人坐着公交 绕遍整座城市的感觉 你还是一个人逛商场 只为隐藏在人群中 你知道吗 我很心疼你 我希望下一次 不只是你一个人 一年过去了 我决定去你的城市 见你一面 我想要去感知 最真实的你 去认识表面 一层次 内在更深处的你 我坐了17个小时的硬坐 来到你的城市 从下午经过晚上 到了上午 就到了 我以为我会很累 因为以前坐过 27个小时的硬坐之后 发誓再也不做硬坐了 想不到这次又坐了 你可知道 我是满心的期待 与你相见 其实我在火车上想了好久 怎么跟你打招呼 在脑海里 模拟过 无数个场景 但是我就很难把握 我们究竟是相识许久的知己 还是苏为蒙面的陌生人 用什么样的方式 不唐突 而自然的 说一声你好 我 没有紧张 只剩激动 我们约好在晚上六点 在相遇书店见面 你告诉我那儿很容易找 里面相当安静 还可以点杯咖啡看本书 是个好取出 你说的没错 我不费多大力气便找到了 现在才下午四点 里见面还有两个小时 我从书架上取出本书 又点了一杯热咖啡 可我根本无心看书 插上耳机听着音乐 怕在桌上就睡过去了 可能是昨晚没睡 太累的缘故 不知睡了多久 一觉醒来 外面天色健暗 一看时间六点零一 幸好 没有错过时间 但真是该死 只顾埋怨着自己 我一直望着门口 期待着出现你的身影 我知道等人的感觉 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但是当要等的那个人出现 所有的交集 都会言笑云散 转而至高兴 你说你肯定能一眼认出我来 我说只要我看见你 我也一定能认出你来 不知不觉书店开了灯 时间到了七点 我忍不住给你发了一条微信 只有一句 我会等你到书店关门 我还是满怀着希望 你的到来 不愿意去想太多的假设 只是坐着安静地等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 书馆里的人越来越少 时针穿过了八 又穿过了九 眼看着要到十点 心里只是空空的 坐了这么久 口也渴了 准备喝掉这杯咖啡 却发现咖啡都凉了 取出的书还未翻开 是摇签的 相遇而已 封面有句话 我要的是那一瞬间 而不是永恒 十点的钟声响起 我走出了书店 天空下起了小雨 我只是站着 还是原来那个我 不过撩掉几宫 神泪所以变瘦 对着镜子我承诺 迟早我会换这张 脸一对笑容 不算什么 爱错就爱错 早点认错 早一点解脱 我寂寞寂寞就好 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 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 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 受不了想到快崩掉 死不了就还好 我寂寞寂寞寞寞寞寞就好 你真的不用爱我 回忆里微笑 我就不相信我会奔打 忘不了来着不放脚 人本来就寂寞的 借来的都该换掉 我总会把你戒掉 还是原来那个你是我自己做梦 你又改变什么 再多的爱也没有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业障因果 会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早点看破才看得见以后 我寂寞寂寞就好 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 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 受不了想到快疯掉 死不了就还好 我寂寞寂寞就好 寂寞寂寞就好 把你戒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